我和肉总出来捡石头 但是这个风啊实在太大了 没法没法在这边待 所以就回去顶着风 等风小点车再出来吧 面面想想躲在一个角落里边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魔鬼城是什么样子的 它上面有窗户 它其实现在人都不知道 这个就是建这个城市要来干什么的 现在猜测是它是防御堡垒 风太大了 肉总才从那边往过来走 天哪 这个确实是 风也大 是这个路还不好走 看它被吹成什么样子 我在一个角落里躲着 旁边就是我们的营地 我们车停到那边 现在我从这角落里走出来 镜头都偏了 还是回到车上吧 你看我们前面也有一些游客 等等会风小一点的时候 我们再考虑再出去吧 这个外边简直是风太大了 太热太热 现在是几点 在开着风扇 5点 10分 其实现在才是下午2点3点的样子吧 再等等 大风怕 天黑 外边是风吹的飞沙走石 太热了 幸亏我们买了雪糕 嘿嘿 刚才问他们 他们都没有人要吃这个冰棍 他们爱吃雪糕 我爱吃冰的 其实我吃雪糕 喜欢吃这种冰冰的 冰棍 吹着电扇 回想到这儿就还能看圈 还有点网络 还可以 一楼是没水呢 果然 倒点水 为了更好的拍摄 我们把这个随身麦取掉了 因为这个随身麦 它是不扛风噪的 所以我们就配备了我们这个 换回我们这个 最扛风的搭配 风太大了 然后到这边来 太阳下去了 上这种车上去玩吧 过来 又有人 要护驾 对 它要护驾 弄回去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不让上来 哈哈哈哈 晚上据说是吃饺子 我们看看这个车上有多少人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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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日落之后这个峰会小嘛 刚说完 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生一千年不死 死一千年不倒 倒一千年不朽的胡杨 可以可以 反正已经死了嘛 这边还有人火烧过 我突然走在这上感觉 像是就像是走在大海里一样 无边无际的沙漠里 但它又不像沙漠 它是这种小石子 因为上边一层能刮走的沙子 已经全部刮完了 这就是被风沙沙化过的石头 跟那个山的材质是一样的 这个东西 放哪儿吧 这种平路上经常有这样子的石头 被吹出来的 这个还挺好看的 还有紫色的一边 捡回去 要看看这是什么石头 很多 我们就找这种突出 突起地面的石头 这还有一颗 这颗也是被刮出来的 但这两颗的材质是一样的呀 感觉好像是不值什么钱的石头 我们找这种特别简单 在沙子里突然找到一个这个东西 这什么东西啊 这死掉的木头吗 这不可能就这么浅吧 真的只有这么浅 没了下边 看来是人插进去的 准备种活的 准备种活的 但是死掉了 看这边很多 这样子的火山石 有点分量的这个石头 是 很多很多 这些 这些 应该都是 但这两个不如这块好看 不行了 风太大了 别说风大 要回去了 又开始 杨沙了 捡了几块这样子的石头 这两块 这块不要了 赶快这个 再回车上去 今天没走太远 因为 有点 呱 回到车上 然后我们今天 这是昨天的 我对这种紫色石头 难道是情有独钟吗 一剪就剪到这样子的 这块感觉还不错 很特别 好的 过一会儿 我们要去吃饭了就 哎 头皮打结束了 放了一下 那期剥完了 切掉了哈 你要 我帮你点 我们今天的晚餐 在雪茸姐车上吃 然后煮的饺子 炸的鸡 然后电视开 咱可以偷评看 梁宝 你好 小呆子 车灯打开一下 天哪 现在这个 在旁边看 现在太 我们顺便把这个车灯 我们虽然只有两个灯工作 下边这个灯 我们给堵起来了 你看车底是很亮的 前面就跟白天一样 不要去电料 电料去 去去去 去 去 我以为晚上会风小点 但是呢 晚上的风 并没有小 反而越来越厉害 我们先把 车窗关起来 来 平哥过来 先把室外灯关了 哎呀 这个门锁起来 先洗个脸 哎呀 天哪 这个风太大了